我的身体 怎么动不了了 这副皮囊很漂亮 我非常满意 既然拿了好处 但是也不知道利索点 这声音是 猪狗涵 那小怪物 是第一个人与鬼的孩子 又得了仙根 只要再找到三眼马腰的妖眼 离城宫 便只差最后一步了 可是这马腰死那么多年 一直都没找到她的妖眼 其他妖怪都不行吗 愚蠢 三眼马腰是公孙家的家仙 其他妖怪哪有这么纯净的妖力 妖眼的事交给我们 先说说你 你花了这么多心思 令小怪我爱上你 若你能死在她面前 可怕灵芝必定大乱 那时便是主人夺取这个肉体的最好时机 那是自然 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没用吗 要着儿子 却爱着他的父亲 你真是个奇怪的神人 居然愿意用自己的性命 背叛青族封住我们恶鬼 人有什么好的 满口仁义道 却最是卑鄙下的 伏提已经答应在事成之后 将我的魂魄收入恶鬼道 可惜 自愿坠入恶鬼道的人类 是开不了灵芝的 你哪怕成了鬼 也只是最低等的小鬼 你懂什么 只要能有生有世 追随伏提 这些有什么要紧 你与小怪物相处这么久 就没有从他身上看到过主上的影子 他岂配与伏提相提并论 随你 我去衣服外面那个麻烦金 好你个诸葛汉 给玩了我这些年 我也要同你玩一玩 诸葛小姐 你也被抓来了 他们在追问我要眼的事 我怕是活不下来了 诸葛姑娘 我知道妖眼的下落 你过来 我只告诉你一声 诸葛汉 借我雀余之命 和妖丹之女的证 诸葛凡不论死生 寻常妖物便不敢将生 借我玉环之驱使 不得你他心意 数有违背 你便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你不是喜欢眼吗 你犯了吗 那就在他身边 咽一辈子吧 心思独重 你也别想好过 我好过啊 我怎么不好过 我这半生虚度 最后 终于做了一件有用的事 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你们回我家以后 杀我亲友 骗我仙根 可恨至极 书记 我偏要你们奇差一招 在这最后一步败北 贱人 我杀你 我死了以后 属于环之环起 你就说是我替你死 这么好好活着 得到尘现 好吗 这条路 没得 再有三生的人 婆婆 到初 若能跟你一起死 在四方城都好 这五年 算是我偷来的 师姐 求你呢 死了 他让你好好活下去 失手呢 舅树凡事 事故无存 我不信 你知道饿鬼道之中 扶梯在哪儿吗 知道 带我去 你就是那只幼崽 长得真 丑 恶鬼道之主 扶梯 传言我是代替你的客气 我越瞧你就越弱 我以为你会成为一个人 没想到你最后还是成了鬼 在你死之前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求你贼哪 我从不过问楼里的生死 那你就去死吧 我从不过问楼里的生死 不得你他心意 水有违背 我命容飞魄散 凤 原来你就是那只 不自料理的蝼蚁 凤 就算你们放过我吧 小棋子 鬼叫什么 是你死鬼亲爹 把你卖到这儿来的 蛆蛆蝼蚁 也配棋鬼 你为什么要救我 这女子名叫公孙朝羽 乃是王臣瑜伽的家臣之女 公孙一族 善于妖 因此成为了瑜伽的左膀右臂 而在瑜伽地牢里 关着一股不见天日的命 那就是 扶梯 那天扶梯 刚刚爬出了瑜伽 被一群修饰为公 路过了公孙朝远 救了他 并给他描绘了人间的种种 扶梯惊喜地看着那只蓝色的公铁 这世上有太多的 这只可不的恶鬼道理 从未有过的美好 千百万种情欢虚无 且不可命装 于是 他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从此 遥如无尽地 公孙朝远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世上有太多的 可不愿愿寻常 并命令公孙将 对他做出惨无人道的改造 王晨晨晨 为了进一步利用恶鬼的力 决定让女子与他交朋友 以便于日后 利用那个胎 操控傀儡 公孙朝远在抗争无果 自愿成为那个与扶梯 繁衍紫色的童子 亲手敲碎恶鬼扶梯 最后的尊敬 王晨晨晨 凝练出了望 在瞬之间找我一半 一半年朵 一半年朵 那个婴儿一出生 便吸干了自己母亲的金血 而扶梯则在公孙朝里 深沉了那个夜晚 春乱杀死了看守 带着刻骨的屈辱和仇恨 逃离了王晨余家这一繁荣 我从一路心怀之城 往山上水而来 花苏秘城 剪去跌起 傻子今極了 骨头猶吻 真是残灭 赤眼重逢我任在等 望远 伏草 白眼里 交交中 推渡 以后你不会做的事 你必让他带着你去 诸葛汉此生愿为大人干脑徒弟 你为什么总是看着王城的方向 我的用才在那 您既然爱着您的儿子 为什么不接他出来 不 我恨他 那您为什么要看他 我也不知道 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与我而言是仇恨 是耻辱的象征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放不下他 我再问你一次 求您在哪 你为何要如此在一个蝼蚁 既然如此 你的死气到 若者是没有资格说话的 你说得对 你至今为什么要收拾 梦中卷起恋意 我输了 你赢了我的 敌人 你为何要如此在一个蚁梦中卷起恋意 你为何要如此在一个蚁梦中卷起恋意 你愣着干嘛 你愣着干嘛 来扶我一把 你为何要如此在一个蚁梦中卷起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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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往昔 他爱不及 恋意 没有人知道 他去了哪里 操办完秋年的后事以后 我回到了那个 荒废多年的 四方城 唱回说道 张九渊回到这座废城 端得是散尽家财 清尽心灵 方才重现了如今 这人妖共存的繁荣圣经 可刚到享福之时 他却又辞去城主之位 令人捉摸不透啊 阿环 你回来了 这世间 怕是只有你还能认出来 若是邱宁还在 他也可以 你乃百年一见的修仙奇才 当年若是继续修炼 闭口 想随忧 那并非我所求 你所求为何 白头 白头 我张九渊 所求的 从来不是得到成仙 我只想陪他走完短短数十载 哪怕那段感情 从来都无法 宿主于口 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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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是 我只想陪你 你只想陪我快走啊 我只想陪我来 你只想陪我来 还有天边的黄沙 但她始终觉得心里缺了一块 自从丘宁死后 她便觉得自己的心被挖出了一块 但是又说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块饿鬼的孩子 终归是不懂感情的 最终在飞升之际 她看到了自己一生的过往 看到了自己错过的很多事情 她终于明白 心中所缺为何 如今的玉环芝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忘纵爱恨的少女 可她却在德阵大道的玉玉上 选择了散尽先远 历尽千年 我心中所想 唯有再见你 用尽一切方法都想了 能见你 好久不见 阿妮